字幕志愿者 在錄影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转过来 打开剧院的模式 标榜可以拍得跟电影一样 所以我这样开始按 录影的时候 它一样会显示左右声道 让你的声音可以更加清晰 四个镜头搭配剧院模式 还能使用药板特效 靠手机就能拍4K电影 同时加强夜拍的功能 系列环境拍出清晰的照片 无具心机旗舰规格 价钱打出1.7万元有找 要靠高CP值强试战 规格还有设计上 其实都是一时之选 那我们是很有信心 推出这支产品 让消费者满足消费者 对5G还有旗舰级产品的期待 在5G爆发的元年 国际老品牌赶上潮流 以Nokia而言 当年称霸键盘手机 更有摔不坏的3310 但随着智慧型手机崛起 没有转型成功 帝国陨落 如今想靠着5G翻身 同期对手Motorola 也不遑多让 Motorola这几年动作频频 先是发表折叠机 再跟进推出5G机种 老品牌凭重生 对手还不少 包含同期的Sony 韩国品牌三星 已经发表多款5G手机 当然领导地位的苹果 也将会推出 要重生的话 其实从5G开始 定价策略漂亮 但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手机的所谓的 UI界面功能要顺畅 让大家觉得说 它的软体是OK的 硬体上没有问题 对它考验在软体的流畅度 两大老品牌 从自家系统 到加入Android阵营 努力跟上民众的需求 目标在5G时代 花力转生 陈学徐志全方向特导